泰国福建会馆 泰国福建会馆门泉的喷泉是按照中国福建省地图的形状来建造的 哈喽今天又来泰国福建会馆了 今天厦门建发新信能源有限公司的新能源团队 历临泰国福建会馆 2023年3月3日上午 厦门建发新信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皇厂率领新能源业务团队 历临泰国福建会馆访问 我们这边因为就是政府定为股基嘛 所以本来是预计建 现在没有办 没有不能这样 我们就在后面 这样先 去年8月3日 2022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发布 建发集团已近7200亿元人民币的营业收入 位列第77位 较2021年排名上升 71位连续6年入选该访单 建发新信能源有限公司 黄厂总经理 今天率领经贸考察团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社会迈入新时代 未来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也面临新的形式和挑战 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鉴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全球新冠疫情环节 预期将会有更多的敏伤到泰国拓展商机寻求合作 泰国福建会馆一直以来秉持促进泰中两国友好往来经贸合作及文化交流为宗旨 为乡亲提供周全和完整智商贸咨询服务 黄厂总经理表示 此次是新能源业务团队在疫情后首次出国 秉持开拓新价值 让更多人过上更有品质的生活的企业使命 在疫情后的第一时间 带领团队往海外走拓展商机 希望未来在新能源板块能够与会馆各位乡嫌有合作的机会 苏承志理事长介绍到城门福建省桥办的指导和支持 泰国福建会馆全体理事经决议成立泰国福建会馆商务委员会 推举会馆副理事长吕泰南安同乡会 及泰国南安商会会长陈绍阳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正和吕泰新老华侨之力促进泰中两国经济之繁荣 我们林立胜副理事长的立胜工业员 专门为高科技产业做服务 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厦门建发新性能源有限公司前往参观考察 建发新能源业务团队在促进投资政策 金融服务 法律法规 营商环境等方面 得到了这位理事首长在各自专业领域中的建议 我们泰国福建会馆的理事蔡伟财先生同时也是开泰银行的高级副总裁 他说到许多我们中资企业都是开泰银行的客户 所以开泰银行对于建发新性能源落地泰国非常非常欢迎且乐见其成 也会给予一定的支持 吴宇来 副理事长也给予了一些法律上的建议 今天双方的交流气氛真的是相当相当热烈 交流恰谈中一方从容自若 口若悬河 另一方气定神闲 滔滔不绝 时而语经四座 气氛空前 看我发现了什么 九环大使的题词 欢天喜地 请佳祭 团结和谐 奔兴成 杨彦峰副理事长在泰国深耕26年 有丰富的在泰落地经验与建发新性能源有后续的对接和交流 建发新性能源在已拥有的泰国光伏工厂的基础上 预扩大生产规模 目前泰国政府大力支持外商来泰投资 不仅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并且会给予最多十年的工作签证 圣日行方似水冰 无边光景 时时星 科技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 乐见日行月异的国产科技里有更多华人华商的保驾护航 与天砖加瓦 新能源 新科技 新名声 未来可期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我是丁丁